哈喽,这里是小龙包电影,今天包子给大家介绍一部关于纸飞机成精帮人做媒的短片。 影片开头,小华强站在火车站前抱着一堆文件苦哈哈的,一副渗透支了的样子,这时一张纸飞了过来。 一个女孩子阿珍追了过去,好在身手敏捷,跑得比风还快,她又捡回那张纸走了回来。 偷偷瞥了一眼阿强,有些害羞的站在她旁边等车。 阿强莫名兴奋了,美女站旁边,我该怎么搭讪,要不要加个微信? 就在她纠结时,一辆车呼啸而过,带起了她手里一张纸,直接呼在了阿珍的脸上。 阿强愣了,然后伸手去取那张纸。 阿珍就像一个被掀开盖头的新娘一样,羞怯地看了看她,再看了看纸,忍不住,娇撑地笑了。 阿强见状从痴汗状态醒过来,发现原来是纸上印下了她的唇印,忍不住也傻笑了起来。 然而就在她傻笑的间隙,阿珍已经搜的一下上了车。 阿强望着美丽的背影忍不住就失落起来,我们还没加微信呢。 阿珍看来也对她很有好感,临走前还转头对她含情默默地笑了。 美丽的邂逅结束了,阿强又回去做她的加班狗。 这天风一吹,把她的文件纸吹走,阿强顺着看向窗外。 诶,那不是我美丽的邂逅吗? 阿珍啊,我找你,找得好苦啊。 然而拼命招手对方也看不到,还反而被老板给警告了一下。 她只好想了一个办法,那就是拿起文件纸,开始折一个又一个的纸飞机,飞到对面那栋大厦去。 可惜这个技术难度不亚于刘璇单臂大回环。 一次次的失败后,她终于用完了纸张,还获得了老板二次警告。 眼看纸飞机也没得打了,阿珍也准备离开那里了,老板还来三次警告了,她意识到错过这次机会就再难遇到她了,于是下了决心矿工去寻找爱情。 只是等她下了楼过了马路,已经不见阿珍的踪影,命苦呀。 就在阿强自怨自意的时候,纸飞机突然飞了起来,还一个个排成队列跟在她身后,阿强吓了一跳,她被成精的纸飞机粘住了,还推着她不断向前走。 这说出来谁信呢? 而这些纸飞机里,唯一一个印着阿珍口红的纸飞机,则是飞向另一个方向找到了阿珍,并指引着她一路坐车来到了阿强所在的车厢。 阿强这傻小子,却还在跟纸飞机赌气呢,什么都没注意到,等车到站,阿珍下了车后,她也跟着下车。 两人终于有了奇妙的相遇,之后能不能在一起就要看性格合不合适了,毕竟柴米油盐酱醋茶总是比爱情磨人。 纸飞机表示,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,兄弟。 短片到这儿就落幕了,看来包子里脱单就差了一个纸飞机了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,下期见。